大會主席 各位平靠老師 各位老師 以及親愛的同學們 大家早上來 今天我要講的故事是 潛於地球 故事後 慧州之代沒有屋 那裡的兒子 對於我們的上脈 實性 讓我們本都不服氣 有個喜歡多吃的人 從外地肉團熱熱一口 輪迴貴中 可這個人必須用肚子肝膀 看上什麼要吐 無需就把他放到山腳下 讓他終於吃吐 上腹 一隻老婆吃完便食 很美的忘記了這條魚 老虎從來沒有見過魚 看到桌椒網 吃吃膽大 耳朵長長的 腳上沒有爽 樣子挺小的 老虎有點害怕 他在心裡糾紋 什麼時候 角度真的怪不來 看下去說 不太好了 還是不要冒玩實事為好 觀察一下再說吧 連續幾天 老虎都只敢躲在冒陵的說明裡 觀察一個啟動 後來覺得他好像不是很兇了 這倒是感知小心翼翼的 你慢慢躲進他 但還是沒有搞清楚 他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有一天 老虎正慢慢的接近魚 魚骨長叫了一聲 這裡十分響亮 老虎笑了一跳 以為魚想吃掉它 回頭穿滑而跑 跑到這圓的地方 老虎又仔細低低地觀察了五地方 覺得它似乎沒什麼厲害的本領 遇過了幾天 老虎漸漸習慣了叫聲 魚是牠一進一步合及接觸 以更加深度的了解牠 最後老虎終於就在魚的身邊 為著牠又叫一跳 有時牠跑過去輕輕按一下 你的身體後再打開 魚終於被老虎的戲弄惹了 就開始彼此去踢老虎 開始的時候 老虎還稍微有點精華 不只夢 見不再也無跡可視 老虎才明白 原來與狗夢 就只有這麼一點伎倆 老虎感到非常高興 便大膽嘲笑我說 你這個沒有大伤 我本來也就這麼激昭 個人之愛 說著這跳起來像個哭就是 老虎的牠的頭髮 赤瓜的牠的肉 心滿意足的魚牠的 那是唐代的歸洲魚 實際身在城中 之間厲害的本領也沒有 以至於被兩股摸青的語氣 最後大師在五孔之下 同學們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做人就是 都要念一生真本事 緊張花唆的外表主人 是不會長主的 結果 吃虎的粉絲自己 是謝偉的故事講的 好 好 超級的 好 好 我